不太充分的一些,是不是挺太充分的一些 只要为什么对方没有准备的太充分呢 因为在我方一边还没有双坏的时候 最后二边已经知道我方一变形的事的一个前提 就是只要有道德信仰他就不确定 请问我方一二之间在哪个环境哪句话上提到过这个呢 是不是对方没有异想太过严重呢 其实对方没有准备的也不那么双坏 还说西方政府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可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德国英马洛冲牛肉事件 比如说新西兰独宰粉事件 比如说美国独播菜事件 全世界各国国外各种视频安全问题 这方面我明确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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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上面两个问题都没有 您的准备是不是又不是太充分呢 其实对方变得判断标准没有问题 它首先告诉我们呀 这个道德信仰学师是要会造成问题的一个充分条件 而不是必要条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是人 我有脑袋 我是人是我有脑子的充分条件 当然是这种详细 我有脑子不是我是人 但是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通过 我有脑袋得住我是人的结论 而在方没有今天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会出现到很多问题 然后也通过我们要出现很多问题 必然导致我们的信仰是缺失 那么请问对方必要 因为如果像我论证 一定是会出现问题 就一定是信仰的缺失 而不是在底下方面 纯粹会出现问题呢 其实它没有今天论证 很简单很简单 准够的是跟着感觉走 一切都是我感觉 它没有从一变到二变到三变 并没有给我们举出任何一个数据 任何一个比例 任何一个大范围普遍的情况下 告诉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各个方面 有百分之多少人出现了问题 有百分之多少人信仰出现了问题 而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感觉很严重啊 我们感觉我们似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我们感觉到哪怕我 你把那个个女朋友 也感觉到 嘿你的脚很深远啊 就是好像一个男女朋友一样嘛 就是哪怕男方在怎么爱你 女方也是东西 你就是不爱我 不管怎么样 我就感觉你不爱我 不管你做的不好事 还是我的感觉呢 你就是不爱我 讲这方面 我们都不要跟着感觉走了 好不好 请你们拿出数据来 拿出实力来 告诉我们 我们当时中 不当时 西方社会的笔记 你到底是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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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对方朋友 当你饿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要吃多少粮食 才能温饱 精绪到几克 请问 对方朋友 这是当然了 我在减肥呢 我当然是要给他吃了多少卡路里了 请问对方朋友 您如何不特地向我问着 只要我们身会出现问题 已经是心想出现的必然结果呢 所以您饿的时候要设备多少卡路里 多少碳汁法河 多少水分 多少糖 多少盐 请根本没告诉我 但后面 最近我一查是 产品成分表征了嘛 还请您正当回答 正面回答我问题 第二遍要聊 您刚才如果像我问着 只要社会出现的问题 一定是心想出失的结果 没错 其实饥饿的时候 不一定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样的 当这个社会出现问题时 我们也不是靠数据来论断 而是看这个社会 到底有多研究 严重到这个尺度 于是我们说 这个数据才证明 原来研究到这里 举个简单例子的 人去医院看病 我出现了问题 不是说因为一个数据论证了我生命 是我生命感觉有问题 这个数据符合我的指标 所以是因为事实而出现出去 再请问一个问题 哪个国家有中国 有什么致富思想 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 比如说伊斯兰教股 连伊斯兰教股 哪个肯定是有神养的嘛 可是伊斯兰教股 要恐怖主义是要行 这种情况 是索马里人 你是不是在水蒸火车之中 你能觉得它是不是 没有出现问题吗 对方便有第三点 请问您 如果像我正面过程 社会出现问题 一定是信仰缺乏导致的 所以对方便有认为 伊斯兰教出现这些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 其实还不是失落不舍 还不是取发道德信仰 是吗 那对方便有请 您证明回答我的问题好了 就只是第四遍了 您不要再逃避了 这些道德信仰都好不好 如果对方便有认为 全世界都如中国一般言读 那当然全世界都应该 持道德信仰缺失而反思 因为全世界都受到金钱的诱惑 而产生了很多的恶 再请问对方便有一个问题 您是不是要说 中国已经有50%以上的人 都是坏人才叫中国 缺乏道德信仰 可是他便有 您还没有像我问这 您再一次还再逃避 这也就是第五遍了 您反正如果像我问这 一旦社会出现的问题 一定是信仰缺失所导致的结果呢 所以对方便有 你认为现在问题不严重 所以这些人没有缺乏道德信仰 是不是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要有50%以上的人 才是坏人才叫缺乏道德信仰 可是他便有 您现在一定给我问 证出我们要有一个尺度 要有一个严重不严重的标准 可是您一般跟我严重不严重的标准 是什么是我的感觉 比如说我今天去医院 我到底有没有生病 也是要看一个指标的嘛 不是这位医生 我感觉你有病你就有病 医生我感觉你没病你就没病 不要不要 您今天没有我谈感觉 而不谈他们之间的必然联系 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不怎么和您看好 您要数据 我就给您数据 这个社会上85%人认为道德没有数据 道德信仰缺 这是社会人数据 还不能说明这个社会 这方面有啊 我们看到在做一个调查 78%的人表示 如果老奶倒地的话 我一定会去服 只有4%的人决定 我什么都不会去做 这种情况下 难道表示我们当国的道德 就没有像您所说的那么严重吗 那边再请您正面回答我一次 我们当时不会去信任问题 不会导致 认为是社会信仰去世的结果呢 好 那就知道了 那好 对方没有 不过78%人都愿意去服老奶 结果事实上 我发现老奶在总碰上 不愿意服老奶的人 是不是这78%人 很多人打嘴炮呢 您如何认可 他不缺信仰 这方面有啊 您不知道 在心理学上有这么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行善 不光是看我心中有没有善 还有看我所处的环境 我问一个阵子 可能讲的超道德 引致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什么叫超道德行为呢 就是说当我做了这一个善事 它不及它我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就是道德行为 那一旦我要牺牲我的利益 来帮助他人 就做超道德行为了 这方面有您如何向我论这 这种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 已经是道德信仰确实的结果呢 所以对方没有告诉我 环境引起导致人不敢向善 不敢去扶道德 这就是我方所说的 当中国的恶 已经严重到中国的人 不敢去行善的时候 就是已经开始缺乏道德信仰 其次对方没有道德表格好可怕 他告诉我 如果人牺牲自己一点点利益去行善 这就要超道德是不必要做的 我今天发现要解一遍 我今天发现要把老奶的福建 耽误了一秒钟时间 于是损害我利益 不应该做 是不是这样 对方毕业 您要跟我说 这个超道德行为 我不可没有那么说 就是中央党报 以及华东市场大学教授的研究宗布各种安全研究室的研究 所以您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福建长老奶的所在自己的意义 不应该做对吧 不是在这方面有 我们说如果说你做的话 我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有超道德行为 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 可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拨打一个报警变化 这不是不是道德行的啊 对拨打报警变化已花时间嘛 所以见死不就 符合道德标准是您方定理就对 这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说 而且不妨你再跟我们想想说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 都在那么说 您可以用一个比例告诉我 我帮你告诉您 有78%的人表示 如果在老奶奶的日子 我行 他会去愿意做的 您方如果像我梦战 我国道德水平的话 和这种地步 还请您的最后回答我一次 我们现在当在中国 这种宣布系上 为何如... 百分之间的 所以对我没有 还是在告诉我 见死不就 不是道德标准